大家好,欢迎来到分享的亲子频道 今天晚上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 有趣的物理,从小爱科学 我最闪亮,电的旅程 不知什么时候天色已经变黑了 芝英像往常一样打开电灯的开关 但是电灯没有亮 芝英把开关上下摁了几下 灯还是没有亮 于是芝英给管理员叔叔打了电话 叮咚,管理员叔叔来了 电灯不亮了吗? 让我看一下 叔叔从包里拿了手电筒 然后仔细查看了一下开关 啊,是这里出故障了 稍等一下 叔叔用黑色的绝缘胶带 把电线缠好后重新打开了开关 马上来电了 看到这里的线了吧 这条线叫做电线 电线断掉了 电线断掉就会停电吗? 芝英很纳闷地看着叔叔问道 电线外面是用橡胶包起来的 里面有导电的铜金属线 电流通过同金属线流向电灯 所以电灯亮了 而当电线断掉时 电流没有办法流向电灯 所以电灯就不亮了 电能流动吗? 电跟水一样吗? 电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但是电线里面有许多带电的小颗粒 那些小颗粒叫做电子 电子在电线里面像水一样流动 于是就产生了电流 原子核还有电子还有原子 这是一张电子流动时产生电流的一个示意图 这个手电筒也能照明亮起来的地方是灯泡 想让灯泡亮起来就得有电线 但是只有电线的话 灯泡也不会亮的 叔叔打开了手电筒的后盖 看到了干电池 就是这个干电池让电线里的电子流动 电流经过灯泡 灯泡才亮了起来 叔叔把电线小灯泡和干电池放在桌子上 置应想看小灯泡变亮吗? 置应拿起电线小灯泡干电池看了看 但是小灯泡没有亮 要把小灯泡干电池用电线一一连起来才能产生电流 叔叔把剩余的一节干电池也拿出来了 再接一节干电池看看 干电池两端分别是阳脊和阴脊 凸出来的一端是阳脊 平的一端是阴脊 两节干电池连起来时不能把相同的脊连在一起 而是应该把阳脊和阴脊相连 哎呀 灯亮了 是啊 因为有两节干电池 所以电量也变大了 哦 灯亮了 这鹰眯着眼睛仔细看着灯泡 他看到了灯泡里面 那像方面面一样弯弯曲曲的细丝 这条弯弯曲曲的细丝是乌丝 当电流通过乌丝时 乌丝会产生很大的阻碍电流的作用 当电流与乌丝之间相互作用时 乌丝就会发光发热 哦 这名这是白智灯里面的这个乌丝 哦 是发电机转动的方法 那我们有什么呢 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 火力发电 灯泡中的电也是一样的 叔叔站起来打开窗户 看到那边的电线杆了吗 电线杆上挂着几根长长的电线 电线杆上的电线跟家里的电线是连起来的 电线的末端总是有能让电子运动的装置 那就是发电机 在发电机中产生的电需要走很远的路程 所以变电站造电时电量很大 当电接近房子工厂和办公室时 才适当的降低电量好让大家使用 看到电线杆上面挂着的圆筒了吗 那就是降低电压的变压器 看看下面这个示意图 发电机然后到了变电站 变电站然后通过电线传出去 然后传到那个第二个降低电压的变电站 再通过电线送到我们的家里 我们住的房子 不只是电灯利用电能来照明 电冰箱电炉子电视机也利用电能 电风扇和空调 依靠电力转动 在工厂飞速转动的设备需要电力启动 我们乘坐的电车也需要电能来启动 哇 电真的能做很多事情 电虽然能做很多事情 但是也要利用得当 人身上通电的话有可能丧命 身上有水的话更容易倒电 所以千万不能用失手碰带电的设备 在一个擦坐上 也不能同时擦太多的电器设备 因为电线受热过度 就会向外卸电 还有可能起火哦 哦 现在我得回去了 要小心用电也要省电哦 叔叔走后 之鹰重新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 他不由自主地感觉到 生活中离不开电 电使我们的生活方便更美好 电啊 谢谢了 小朋友们想知道更多的关于电的知识 电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电子移动的也是电 什么是电流 怎么连接电池呢 这个以后我们再慢慢地讲 灯泡是怎么发光的呢 怎么样正确地使用电器呢 好了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完了 宝贝睡觉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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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